你跟太太平常會聊一些時尚打扮的話題嗎? 會,我就會常跟老婆去聊 因為我每個月都會買雜誌在家裡 然後就會跟太太聊,就聊 你覺得這個適合我嗎? 然後這些東西配在我穿的身上會不會好看 我老婆也會給我意見 所以平常是太太幫您打點衣服還是您? 我會,有時候是我自己打扮比較多 然後有時候就是去其他活動啊 就是朋友生日的話就會拼到火光的打扮 因為男生的眼光跟女生的眼光是不一樣的 每個月有沒有消費的上限? 我會有啊 不方便 是太高的關係嗎? 不會 那你在選衣服的時候會不會重複錢很高? 衣櫃裡面 一樣的東西可能有穿 當然就是一樣的東西不會去買 對 因為 一樣東西不用穿到 對 就是沒有的,然後就覺得很特別 然後就很有型的就會 就會就會多留一點 留一浪漢 那你有算過你有多少寫嗎? 家裡有 哈哈 早晃有50 50多 大概60 早晃他可以再買 對啊 因為沒有地方放 因為 那我們運動就 衣動比較多 對 然後西裝那些 會比較多 像 對啊 五十雙 五六十雙 那只是那一部分而已 對 所以其他地方還有 還有 宿舍、球場 每個地方都放五六十雙嗎? 沒有,沒有那麼多 就家裡最多 然後球場 然後五六雙 然後宿舍 應該有四雙 對 這家家應該有七十雙了吧 有 對 你說這是你最愛買的東西 嗯 就是喜歡的 還有包包